墨西哥教育 對啊,我覺得 其實真的是因為台灣教育有點那個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 現在講就是說我們最近在做一些事情 我們在嘗試用遊戲翻轉的教育 然後我是 因為我靠北 是 可以 可以 這還好嗎 可以嗎 可以嗎 你用主畫面我 然後就是 呃 好啦,等一下講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講 等一下 我等一下把他們講話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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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就是我在之前 我是那個 我是物理系畢業的人 然後那時候其實 就是生物理很康這樣 就是我們那種系上的時候 就是大家會一直去 一起去 學一些生物有種感覺 就是其實是一個 雖然是一個小小的跨領域 就是會跨物理跟生物的領域 就是用物理的方向去分析社 然後後來我第一份工作 是到那個 專利事務所當專利工作 其實這個工作 呃 他這個工作其實就是在做一個 把 呃 寫一份技術性的說明書 但是他這份說明書呢 他就具有法律性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要去 我們就要去 學法律這樣 就是要選一些專利法 還有相關的法律 訴訟相關的 然後還要 然後還要知道自己 還要去研究一些工程的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這個工作就是 有點 從原本是小小快樂到這邊 就覺得有點快要劈腿 就覺得 哇 有點大 因為 法律中文就是他有點 法律中文就是他有點不確定 就是 有點 你為了要你把自己縮影 然後你就必須要 想辦法支援其中 要可以隨便亂講 就是你要有些 就是 有點強辯的那種感覺 但是 其實像物理系話 那種理工師 他講究就是精準心 你不可以在那邊 就是 我們就時間後來就這樣子嘛 你不能在那邊隨便亂扯 就是他以為是隨便亂扯 跟一個 跟一個就是很要求精準 就是在衝突的感覺 那時候我做夢中是這種感覺 然後這是在 去年7月之前的時候的一些 什麼過去 這樣 然後後來呢 我就在去年8月的時候了 我就決定要 其實我很想 我很想要創業這樣 在幾年前就想要創業 然後那時候 就想要創業 然後後來就發覺就是 所以我在去年8月的時候 我就把 就把我的那個 痴痴心還就遞出去了 然後遞去之後呢 我糟糕 我真的不是要做痴痴心的 這是真實故事 那我遞去 8月的時候 然後我就剛好 遞出去過 我久這段 看到有一個 焦點辦創業師阿包來 這是他們那時候的那個 焦點辦創業師阿包來 這是他們那時候的那個 宣傳的那個 照片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想說 去參加一下焦點創業師阿表演 好像滿有趣的 然後那時候我還記得 是阿公在上面跟那個 Ander 也是在講那個 好舒服的故事 我還記得那時候講過 然後那時候後面 這是一開始 就有一個主獎 然後後面就是有一個 幻作論壇 然後其中有一位 這位冷修們 在後面這一位 就是他們是在做那個 教育的工作 然後那時候就是覺得 也是跟自己 因為以前就是很喜歡 就是什麼事情都自己做 就是覺得說 反正 例如說 做工作是跟法律有關 然後法律就自己去學 然後 然後共同就是 反正就是自己喜歡 什麼都喜歡自己 自己來都對 然後後來就是 當我後來就是 遇到他的時候 我想說 欸他們在做教育的 然後我又想要做一些 不一樣的座上的遊戲 於是我就跟他們聊一聊 然後覺得想要 看能不能夠 就是能夠有一些 新的火爆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到了10月之後 10月 為什麼10月 就是10月的時候 那時候我正式離開了 我前一份工作這樣 然後 那時候就是 我離開10月的任務工作的時候 他們就是跟我聊說 欸你什麼時候離職 我就說 欸我10月份的時候就要離職 那好啊 那10月之後我們就來那個 約約學起來聊聊天 這樣 我本來都是開玩笑 其實 那有一天那個自愈 就是剛剛那個彈幕金那個人熊 他就寫 他就寫認真的寫一個 簡訊給我 欸 欸玉婷你什麼時候離職 你是不是 你應該離職了吧 我說欸對阿 我離職了 我是不是離職了 然後10月份的時候我們來 聊聊天這樣子 來聊一下 做遊戲的想法這樣 然後後來就過來聊天 然後 其實因為我 我喜歡這個遊戲做的 其實我 我當然是希望是好玩的 這是一定是秘密的 然後但是我希望這個遊戲 還有其他的秘密 然後 他們 他們就是創設工作室 他們想 他們就是在做教育 他們想要讓教育更有趣更好玩 就是 可能可以 跟他像那個誰 溫妮講那種 那個 墨西哥式的那一種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跟我提出一個 桌上遊戲的發想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聊聊聊 其實我們聊聊其實內容其實就在講 其實那個遊戲其實就跟那個 夢想有關這樣子 然後我就把我冰本上寫上 這幾個大字 千萬有夢想的理督 然後最後我們就經過了 好幾個月的討論阿 測試修改 然後還有開發的過程 一直 一直走下去之後 終於 終於呢 我們就做出了一團 就是 叫做遊戲叫做佳喜和 它是一個 具有交易的主場遊戲 那這次做完其實就是 嗯 它其實就是在講說 它其實是用一個夢想為 那個背景 就是說 在過程中就是有時候 你會遇到一些順境 就是你可能 你可能要想做某件事 但是你不是很確定 不是很確定 然後你想要 不是很確定的事 所以你會遇到很多困難 但是 有時候順便有順便 但是就是說不管怎麼樣 你在所寵意之下呢 你就只能利用你手上所擁有的資源 跟你當下所用的智慧去做 去判斷 去把當下做最好 就是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講究 就是把當下做好的一件事情 這樣子 然後並著最後去找到終點 這樣子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是在 就是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我們就 講說 就是剛好我們那時候 其實是在 我們是在那個卡斯達一個 創業的那個 共同工作空間 都是在那邊討論 就是我們每次都要約出來 討論就是在那邊 然後 剛好卡斯達那時候 有一群 經營大學的學生 他們是那個 創業 這是什麼 創新巴士 對創新巴士 然後他們要到卡斯達採訪 然後說 因為我們做的遊戲其實 其實跟最初的創新巴士 有點關係 其實也可以拿來講 創業這件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這麼多人來 有四十個人 大概有四十個人 這四十個人來 我們要怎麼玩得出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就說 那我們把我們桌上遊戲 就把它弄成一個 活動 像大地板遊戲這樣子 讓很多人可以一起來 很多人可以一起進來玩 所以 我們來就思考 思考 我們就把它把 四十個人分成四對 一對四十個人 然後就進行這個遊戲 然後其實共同稱 我們一開其實 會做一些簡單的引導跟獎店 然後過程中 就是 其實大家 就是大學生其實 玩得還蠻開心的 這樣子 所以我們後來就覺得 還 覺得還不錯 覺得這件事情還不錯 就是這個遊戲好像 好像是有一點點 那麼的 有用的感覺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 在今年二月的時候 我們就終於就是 呃 就經過一些測試之後 我們就在那個 Fly-in的目視平台上去 這樣 然後其實這就是我們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 其實這是我們 呃 樣品的畫面這樣 然後其實我們到後來的時候 就是一些樣品 就是我們要做一些畫面 然後其實 我必須要講的是說 其實 我們去焦點之後 認識 去焦點活動 其實他們改天焦點 因為我們去焦點認識 那個創製他們團隊 就是我們就是 他們做焦運 然後我做遊戲 然後我們就層次去結合 可以蹦出布娘活 然後我們就合作好幾個月 然後到現在把它做出來 然後後來 在過程中 因為你做遊戲 你不可能只是 做這樣子 樣品也太粗糙了 如果你要上市的話 所以那時候我們想說 要怎麼找畫家 我覺得畫家 真的是一些 其實不是很好找 而且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自己都沒有認識什麼畫家 對 那些畫家好難找 而且我們都不知道 那個市場的行情 怕說如果我們隨便報個價格 就是說 太低了會被人家公幹 之類的 我們就很害怕 然後就是 可是 其實運氣也蠻好 那時候就是 那個 卡斯達那種 那個共同共同空間 其實他們有一個 呃 算是 算是住間插畫家 以前是 但現在已經不是 就是那個 呃 綿洋性的畫家楊梨 不知道大家知道綿洋性 綿洋性 知道 知道 對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其實很害怕 我們說 欸我們要問問看他 好興趣欸 來畫我們的東西 可是就是 因為剛好認識 然後也是在卡斯達認識 所以 反應就很 就是非常 阿沙也就說 好那我們來合作看看 然後 快玩過我們一次聊聊之後 他就願意幫我們畫 這樣 然後所以說 終於就是說 我們遊戲做 就是也 廠商找了什麼廠商 然後試過很多 然後又找到適合畫家 所以我們就終於在這個 物資品牌裡面推出這樣 這樣 然後最後 其實我只是想分享 就是 其實就是 就是這樣其實也是 小小的創業 就是沖來的路上 然後我只是覺得 沖來的路上就是 呃 其實 其實就是 就是剛剛前面其實很多人都講 就是真的要往外踏出 成功效果之後 因為其實 呃 你 你如果拋出去的話 你就會覺得做到啥都是你 不曉得要下一步要怎麼走 會有這種情況 但是如果你願意往你趴出去的話 其實你就會慢慢把 最後的禮物慢慢的消除 然後你就會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目標前進 就是像我們那時候 其實幾個月前其實 我們也沒那麼明確說 我們就要做這樣的遊戲 然後我們就是 一直在去試 然後找廠商 然後找人測試 找人開發 然後需要什麼 找什麼 就是不認識畫家 我們後來就找到畫家 然後終於後來就想說 需要資金的時候 我們就去平台公司 這樣 然後我們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想簡單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你這遊戲適合玩的年齡 那第二個是 就是你適合去玩的 那第二個就是 那第二個就是 要怎麼樣推廣這個遊戲 向社會大眾 那第三個就是 想說 你的未來的通路 有哪一些 有沒有思考過 哇 其實這個遊戲呢 其實我們當然有設定 真的是 我們是希望十歲以上 十歲以上就可以了 但是它沒有那麼簡單 尤其沒有簡單 然後 你另外為什麼忘記 就是要如何向大眾推廣 其實 因為其實 像是 創制跟我們自己都有認識一些 就是我們其實在做的時候 我們會一直去 認識不同 然後他們本就有累積一些 教育界的人 所以 對 因為他們在教育也算是 也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會就是 我自己也認識一些 有在用桌上有機 在做教育的老師 或是一些教育觀光的朋友之類 然後我們就會 我們會向這些人 去推 或者說 我們下次就可能 會主動去聯絡學校 這樣子 然後這樣 跟什麼方法去推廣這些 對 然後 你說通路嗎? 對 通路喔 通路真的是個好問題 通路真的是 通路真的是 通路真的是有點要 真的要有點關係 一定的 因為你擺的櫃位 你如果有關係 黑法比較好 那如果比較 平法就會擺比較長 對 那是細節而已 就是其實 通路真的是你要去 因為其實這樣 其實這通路要去想到 你的目標客人是誰 很重要 你要真正你的目標客人去做 那其實我們當初想到說 我們目標客人可能 比較接近是 那個 學校的 老師或是學生 不是 主要是家長或是老師這樣 那 如果是學校的話 我覺得書局可能 我們要想說書局是個不錯的地方 或者是說 我們直接去跟一些 出版社 就是說 親自天下之類的 對 我們可以傳給他們去提案 說我們這個遊戲是這樣的 然後請他們 好好看 覺得這樣 所以通路大概是主要是這樣的 主要是去找書局 其實書局 剛好有些朋友 就是 也是在過很多認識 其實一開始也不認識 在我辭職之前 我都不認識 我只能這樣講 其實 很奇妙 其實之後你就發覺很多奇怪的人 不是很奇怪 很多就是 你需要的人 你媽媽都會認識 我不知道什麼 你真的很奇怪 而且你沒有客人去認識 就認識 對對對 就是還蠻奇妙的 但是就是說 其實你必須要 真的要 蠻喜歡做這件事情的 因為這樣你會比較快樂 因為其實創意 其實你會覺得 遇到蠻有錯誤 像如果是我家以後 我媽媽就快把我幹掉 然後說 你這個 這個 這個怎麼會賺錢 事情真的不太賺錢 其實我有朋友 其實我有個蠻好的朋友 就是做這個 做蠻久的 然後我當然 因為要跟他很好 所以我知道他那個 有多少錢 對 所以就是 跟之前工作比較起來 那個心血落差其實還蠻大 然後其實 創生這件事情 其實工作的時間 是源長於那個 對 長於原本工作 原本的工作的時間 其實長非常多 同時非常長 但是你會覺得那不是公司 你會覺得還蠻快的 但是到最後如果真的 做不下去20的時候 你還是會回去工作 會有第二代數嗎 真的 就是其實 我們產品其實 我們一直有在 這是第一個開發 其實我們還是有在開發別的 因為不要從事開發 不然的話李承銘這樣推太慢 就是那個 那個週期太慢 就是不是 會不是很丟 這樣我們會餓死 OK Harry有問題嗎 沒有 輪不到 他不會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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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他不會忍耐 大家看得 ży